诶 又到了这个地方了 这是我那天来的时候 是个大中午 是我第一天到的时候 我去到了这个罗马集市 太黑了 今天有点黑 我不能戴帽子 接着刚才讲的一个话题 女性的问题 这个女性问题 她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婚姻问题 婚姻和爱情 简单说说吧 这个婚姻和爱情的问题 因为婚姻和爱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恒定不见的东西 不像那个广告说的 什么 钻石恒有远 爱情永流传 这种东西都是骗人鬼扯的东西 你比如说 这个爱情的词意 最少来说 是源自于欧洲中世纪 那个时期 很多已婚妇女 她们结婚的时候 也是这种所谓家族制了 这个公主嫁给了那个王子 联姻 正子联姻 可是这个东西吧 正子联姻是没有什么太多感情的 就是一种合同 好比说两个人之间 签了一个合同 可是呢 在追逐合同的过程当中 女性也要求刺激 所以这些女人会跟一些歧视 也就是说 这个王子或者国王的 他的这个部下也好 或者说是手下也好 这些人发生一些恋情 这些骑士很潇洒 也很漂亮 很有武功 身体很棒 有个飞机 被子航空的 粉红色的 一下子看出来 那么由于这个问题呢 这种恋爱啊 从最开始 朱丽丝和他不能结合 可以说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不能结合 他才是一个 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 因为他这个阻力太大了 所谓就是罗密奥 与朱利兰效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两个家庭 或者是两个人的身边的东西 意志他们 不能让他们结合的时候 这两个人反而爱得更深 这就是罗密奥与朱利兰效应 所以说呢 爱情本 从最开始的起源是这么个东西 当然亚洲的还不太一样 亚洲的话呢 是什么父母之命没错之言 所以女性不能自主的选择一些婚姻 所以呢 其实这种话说来对不对呢 其实也不对啊 因为说白了 过去那些女的 她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她也不用选择自己的婚姻 她选择不了 她一个男人都不认识 她怎么选择呢 就像现在穆斯林一样 所以说家族帮助绝对 这没有什么错误 所以对中国古人来说呀 女人就基本上没有爱情 而且你中国女性 你看对于爱情的表达 基本上也是没有的 好比说你看中国古盖的文学 因为女性大部分都不识这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 女性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诗 比如说什么心急的诗 或者说一些其他人的诗 大部分都是 说白了是描写 是男人站在女人的立场描写的 并不是真正女人的声音 只有一个词人是李清照 你看他写那个词呢 也只是表达了女性的一种辗转的心态啊 冷冷清清 淒淒淒淒淒淒淒 炸脑还寒时候 醉难将吸 山杯两碗淡酒 枕滴她晚来风急 燕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识相识 都是这种识 这种识呢 基本上我觉得 只是表达一种情绪 而没有表达出来女性的想法 可以说女人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想法 这是一个旅行团 接着说 接着说啊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女人她对于爱情 可以说在古代 古代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要求的 在中国的过去 所以说呢 现在来说 突然间到了这个 所谓的 呃 十九四季后期 中国的国门被敲开了 一系列西方的思想被引进了 中国女人也开始穿婚纱了 你妈的婚纱是 是人家是以神兽婚姻那种仪式上所用的东西 中国也给你借过来 哎 像那些穆斯林 啊 然后呢 包括交换什么结婚戒指啊 这些东西 这都是西方结婚仪式所用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有了 也开始戴戒指了 都是扯淡嘛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习俗呢 这个 中国的习俗就是什么 聘礼 这还有 所以中国的婚姻呢 现在就变成了一种 思不幸 既有西方的仪式 又有中国的仪式 其实大家自己也搞不明白 他们到底要什么 而在本质上 中国的婚姻又变成了一纸合同 就是签那个结婚协议 核心内涵已经完全丧失了 可以说这是东西文化融合过程当中 对中国的一个伤害 中国丢到了自己 却又没找到新的东西 哎呀 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 这边还有一些建筑 不知道是什么 过来看一下